呵呵呵呵呵 屏幕新鲜色 新铁码玩 今天呢 阴阳师联动动画 雾山雾行的新SS 文人一选 已经放出建模 还有立会了 我说一点我个人的感受啊 我看完这一个建模也好 还有它的立会也好 还有它的配音也好 我感觉这一次的联动 在阴阳师所有联动中 算是比较走心 比较认真的 因为中文配音 在我心目当中听着也不违和 然后这个建模 还有它的一些技能特效 在我这都算是联动角色里的上层水平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怎么看 我声明一下啊 我个人并没有看过雾山雾行 但是最近呢 一直在被我的粉丝强推 说是它是一定要看的国漫之一 然后正好我也有被 这一个宣传视频的特效给帅到啊 所以等它实装了之后 我给大家做完攻略之后 我确实有想入坑 看一看这一部国漫的想法 总而言之 本期视频先给大家带着显微镜 看一看它的技能到底是怎么样的吧 插入个题外话 有人说它建模长得像彭于燕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确实别说 首先文人一旋的技能 普攻灵火 以及一个被动 还有一个三火的大招 普攻 对对面使用盐拳 虽然说是说盐拳 但是就是平平无奇的二连击 而视频中 这一个没有叠buff的二连击 一共造成了3276点伤害 我们后面就以3276点伤害 称为一个普攻系数 变身前的三技能 对敌方全体造成一段伤害系数 惨不忍睹的单段伤害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 虽然对面只有四个怪 但是伤害数字跳了五个出来 我个人估计呢 应该是先造成全体一个单段伤害 然后再对一个随机目标 再造成一个单段伤害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在变身之前的三技能 伤害系数是非常低的 他要在变身之后 才能打出可观的伤害 接下来他的被动 他的被动可以让他 每对敌方造成一次伤害 就可以叠上一层叠叠乐 这个叠叠乐 不仅可以给他增伤 在达到11层的时候 他有一个自拉条100%的效果 然后在到达25层的时候 除了有自拉条100%的效果 还可以给自己恢复一口血量 同时进行变身 变身之后 他的战斗力会成指数增长 怎么个成指数增长法呢 变身之后 他的普攻会增伤为 原普攻系数的三倍 而大招会增加为 原普攻系数的3.6倍 同时大招还可以给敌方上上未知的buff 并且在每回合开始前 都可以灼烧敌方随即单位赤子 而这个变身之后的3.6倍普攻系数呢 还是非常高的 是可以媲美像阿修罗这样的士绳的 但是阿修罗也有自己的理性增伤 这个就不需要过多赘述了 不过阿修罗有理性增伤 但是文人一旋呢 他还有那个行动前的灼烧呢 后续文人一旋上线之后 他一波流肯定是打不了了 因为他暖机要暖很长时间 我会给大家打一打那个 长线PVE副本试一试 在长线里面他的表现怎么样 也请大家保持期待啊 但是斗技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了 毕竟他在达到25层以前 感觉就完全没有什么用的样子啊 所以呢 估计试一试PVE联动式神 不过联动式神嘛 大家也不要对他的强度抱有过高的期待 为爱发电就完善了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照这啊 最后祝大家一发十年就能得到五个印花碎片 再见